好 那我们开始这个第九课的下半部分的学习 就是我们的文法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文法 我喜欢意大利菜 刚刚讲到料理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就是前面可以直接接哪个国家 或者是在咱们中国的话 就可以接哪个地方的这个料理 意大利亚料理就是意大利菜 然后这个重点的这个文法是 这个地方呢 这个多用于这个形容词 或者是动词 表示的这个嗜好 欲求能力所有 这之类的 这个地方给大家写上了 让大家复习的时候 也能看到这个能想起来 就是什么什么 或者什么什么 或者什么什么 都可以用这个 前面 前面的话 就是在后面如果用到这些词的时候 前面都必须要用到 比如说下面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句 就是说这个 就是 我很这个上手 上手就是擅长嘛 我很擅长 擅长什么呢 音乐 音乐后面接上这个 然后我非常擅长音乐 然后比如说 我不喜欢 田中 田中不喜欢吃辣 田中不喜欢吃辣 田中讨厌吃辣 在这种表示方式 多用于这个形容词 表示自己喜欢 或者是想要 或者是我有这种能力 就是我会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这个擅长也是 我会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是 自己的这个 或者是 除了自己以外 当然可以 也可以形容别人 就是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都是可以用的 这个嘎有很多种用法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作为这个 表示嗜好欲求能力的 这个用法 之后也会讲到 其他的用法 这个地方也是 跟这个地方 跟这个第一 文法的这个地方 が好きです 这个地方呢 表示我喜欢 表示嗜好 上手 上手 表示这个能力 我的能力 辛料理が 这个嫌いです 也是嗜好 不喜欢 那么 后面 虽然这个 后面的这个动词变了 わかります わかります 这个 大家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就是懂 懂的意思明白 私は日本語が すごしわかります 这个也是表示 这个能力 所以前面要用到 が 就是我懂一点日语 所以是自己的能力 所以前面是 が 当然 わかります 表示这个能力 在这个地方 表示能力 我懂 我懂 是自己的能力 すごし すごし 是一点 大家还记得 前面有给大家 讲到副词的 这个地方 すごし 是一点 日本語 一点日语 那すごし 表示程度 也可以不佳 就是 当然就是 为了谦虚的 这种说法 就是 すごし わかります 就是我 懂一点点 如果是 私は日本語が わかります 就是 我懂日语 就是 可能你 这个懂 就表示这种 能对答如流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的这种程度 比如说 我们看下面 私は 英語が よく わかります よく わかります 前面给大家讲的 这个副词 よく 是这个 经常 非常 的意思 就是表示程度 比较高的 这种 表现方式 私は英語が よくわかります 就是非常非常 有自信 在说自己 英语 非常的好 当然这个地方 也是表示能力 他会 这个英语 英语 所以他前面 要加 英语的后面 要写上 要用 这个助词 然后下一个 语法 我完全不懂法语 我完全不懂法语 当然不懂 也是属于 这个能力 所以呢 前面也是 フランス語 后面要用 が 那全然 わかりません 全然就是 完全 完全 后面要跟否定 所以后面是 全然わかりません 就是完全不懂的意思 が 也是 这些が 表示能力 わかります わかりません 这是肯定 这是否定 あります 表示所有 也是在解释 咱们这个 第一个文法 还是这个 が が 今天大家一定要 把这个が 弄明白 这个搞清楚了 私は車が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たくさん 就是很多 很多的意思 私は車が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我有很多车 表示所有 表示所有 あります 就是有 表示所有 所以呢 車后面是 が 是が たくさん 表示程度 可以不加 对 比如说 我有一台车 那当然 你可以说 私は 私は車が 一台 あります 一台 就是一台 的意思 たくさん 就是我有 很多 お金 お金が あります 有钱 パソコンが あります 有电脑 時間が あります 就是 表示所有 お金が パソコンが 時間が あります 就是有 那么 ありません 就是没有 同样也是 お金が ありません パソコンが ありません 時間が ありません 可以直接 这样 用 好 我们来看 下一个 が 的话 就是 所有 还有 这个 嗜好 这些 用法 就先 讲到这 然后之后 这个が 还会有 别的 用法 等到 那个时候 的时候 我们再 复习 一下 前面 咱们 学得到 が 好 我们来 学 から から 首先 我们看一下 例句 今日は 子供の 誕生日 ですから 早く 帰ります 因为 今天 是我 孩子的 生日 所以 我要 早点 回家 早く 帰ります 就是 早点 回家 今日は 今天 子供の 誕生日 ですから 自己的 孩子 今天 是我 孩子的 生日 那么 这个 から 是什么 意思呢 就是 因为 因为 的意思 因为 今天 是我 孩子 的 生日 所以 我要 早点 回去 因为 所以 的 意思 因为 今天 是我 孩子 生日 今日は 子供の 誕生日 ですから 早く 帰ります 早点 回家 这地方 给大家 写的 から 接在 完整 的 句子 后面 表示 原因 就是 现在 咱们 看 这个 から 是 接在 中间 ですから 就是 这个 誕生日 ですから 因为 是孩子的 生日 所以 怎么 怎么样 那当然 这个 から 也可以 直接 接在 最后的 这个 句位 表示 前面 是 原因 是 因为 这样一件事情 から 接在 完整 句子后面 表示 原因 的意思 我们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个 例句 私 我 好 每日 勉強 します 因为我 喜欢英语 所以我 每天都学 因为我 喜欢英语 我每天都学 是这样的 一个意思 就是会用到我们前面的那个から 这个语法 どうして日本語が好きですか 为什么喜欢日语啊 为什么喜欢日语 或者为什么想来日本 比如说现在大家正在一边学习 可能会问到大家 为什么想来日本 这样的问题 どうして日本に来たいんですか 之类的 どうして日本語が好きですか どうして表示 是询问原因 询问原因 就是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的意思 回答的时候呢 使用から 因为 怎么怎么样 前面给大家讲的过这个 から可以接在句位 表示这个原因嘛 所以我们看 它的回答是 面白いですから 面白いですから 就是 因为 很有趣 这个地方省略了日语 因为前面他问了 为什么喜欢日语 所以后面就省略了 就直接说因为很有趣 面白いですから 这个から 是可以接在句位的 好 どうして 就是为什么 好 我们今天的文法就到这 主要讲了三个 一个どうして 一个为什么 然后一个 何年代にから 因为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 然后还讲了 が的用法 が的用法 大家回去一定要好好复习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课文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残念ですが 残念ですが 这个が 可不是咱们刚才 讲的这个 柱子的这个が 在这个地方呢 是表示 转折的意思 表示转折 虽然 但是 虽然 虽然 怎么怎么样 但是 怎么怎么样 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用法 还是蛮多的 有很多 这个用法 残念ですが 好 我们来看里面的课文 首先 木村先生 木村さん はい 然后 ミラさん 木村さんですが ミラです 木村さんですが ミラです 就是先问一下 你是这个木村吗 我是这个 ミラ 然后 木村さん 啊 ミラさん こんばんは お元気ですか 啊 就是一个 这个 表示比较 惊讶 但是 也是 啊 就是一个 口头语吧 算是 没有刻意的翻译 就是啊 你是ミラ呀 啊 晚上好呀 こんばんは 晚上好呀 お元気ですか 啊 你最近怎么样啊 就是 你还元气 你还 你还 你还好吗 嗯 这个 お元気ですか 寒暄雨 然后 ミラさん说 え 元気です 就是 啊 我挺好的 我挺好的 あの 木村さん クラシックのコンサート 一緒に いかがですか クラシックのコンサート 是我们今天 学到的 两个新的单词 あの 就是 啊 那个 木村さん 就是 这个 古典的 这个 古典型的 这个音乐会 要不要一起去啊 要不要一起去 一緒に 一起 一緒に 是有个汉字的 一緒に いかがですか 要不要一起去呢 就是 一起去怎么样啊 这种感觉 クラシック 古典的コンサート 音乐会 然后木村さん いいですね いつですか いつ 就是什么时候 いつですか 他问什么时候呢 いいですね 就是 啊 太好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太好了 很好 挺好的 いつですか 就是什么时候呀 然后 ミラ就说 来週の金曜日の番です 就是 下周的 周五的 晚上 下周周五的 晚上 来週の 下周的 金曜日の 周五的 晚上 然后 木村さん说 金曜日ですか 啊 周五呀 这种感觉 金曜日の番は ちょっと 然后 然后 就是 周五的 晚上 有点 然后 ミラさん ダメですか ミラ说 啊 不行吗 那种感觉 然后 金曜日の 残念ですが 这是主题 残念ですが 友達と約束がありますから 是啊 残念ですが 遗憾了 虽然很遗憾 这个が 在这个地方 虽然 但是 残念ですが 虽然 很遗憾 但是 因为 这个 ありますから 这个 因为 在这 あります 有 有啥呀 有啥 所有 这个 が 友達と約束が 和朋友的 约定 約束 可以翻译成 这个 约会和朋友的 这个 这个 约定 什么之类的 友達と約束が ありますから 就是 因为 我和朋友 已经 有了 这个 约定了 有约了 和朋友 有约了 残念ですが 虽然 很遗憾 虽然 太遗憾 但是 没有办法 因为 他跟朋友 有约定了 有约了 然后 ミラさん そうですか そうですか 然后 ミラさん 就是 对 そうですか 就是 啊 是这样啊 这个 金曜さん また今度 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 那 那你下次再找我吧 你下次再约我吧 下次我跟你一起去 这种感觉 好 我们来一起读一遍课文 残念ですが 残念ですが 就说这句话 说一定要有这个 不能非常开心的 跟人家讲 残念ですが 就是那种 很开心的说 啊 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 这种感觉 有点 有点 着揍 残念ですが はい 木村さん ですか ミラです 啊 ミラさん こんばんは お元気 お元気 ええ 元気 です あの 木村さん クラシック の コンサート 一緒 に いかが ですか いいですね いつ ですか 来週の金曜日の晩です 金曜日ですか 金曜日の晩はちょっと ダメですか ええ 残念ですが 友達と約束がありますから そうですか ええ また今度 お願いします 好 那 那 我们 今天的 第九課 的学习 就到这了 然后 大家 会去 好好地 复习 好好地 練習 我们下次 再见 拜拜 また次回 お会い